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同翻到马德芬28章19节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夫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好 那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大使命的重点在哪里 做门徒怎么看得出来 我们下次会发另外一个讲义 就让大家看到 在这个大使命里面 三个动词 一个去 对不对 一个始作门徒 make disciples 第三个动词 baptize 施洗 对不对 这三个动词当中 只有make disciples 这个动词 耶稿是用命令 所以真正大使命的重点 不是去 当然去是第一步 受洗是受割 是第二步 但是更重要的 他受洗之后 如何栽培他 成为什么 门徒 才是这个大使命的命令 那么特别当我们研究这个原文 门徒这个字 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要的是门徒 所以假如你打开这个希腊文的字典 我刚才请同学翻了 那么厚的 大家可以看看 现在可以用电脑字典的话 就不需要那么麻烦 以前我就在那边翻了 用这alpha beta gamma 这样顺着这个秩序来查字典的 那你就打开这个 Lexicon 希腊文的字典 Lexicon就是字典的意思 你就查maphetes这个字 就487页 等一下你可以翻开几本字典 翻了487页 我就把这个maphetes这个字印出来 我们来看看 究竟耶稣所讲的门徒 maphetes这个字 在原文有些什么意思 很多时候我们一读圣经 我们第一个反应 门徒是什么意思 就是 基督徒很好 还有呢 学徒 follow up 就是跟随个耶稣的人 所以都很好 所以第一 你发现在这个希腊文 maphetes这个字看到吗 这个箭头 箭头下面 number one 他就说一般来说呢 这个字generally 一般来说是什么意思 看到几个字 pupil 看到吗 学生 原来我们做主的门徒 不只单单只是做个跟随耶稣的信徒 也要做什么 做学圣 就好像你们今天坐在这个当中 要做学圣 信了主 不只单单只是做礼拜 等着上天堂 要好好什么 做学圣学习 那么你发现这个学习的真理 保罗在以夫手术呢 第四章讲得最清楚 我们放在以夫手术 以夫手术第四章 二十一节 知道吗 以夫手术第四章二十一节 其实将来你们误会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要训练弟兄姊妹成为学生 成为学生 教会不单是一个敬拜的中心 教会更是一个什么 学校很重要 好 我们一同翻到第四章二十一节 一同来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哇 我好喜欢这句话 我们要什么 听他的道 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很有亚运的 要学 学他的真理 不是 只是知道新耶稣上天堂 新耶稣罪的赦免 新耶稣病得医治 那个 只是一个表面最基本的 对神的认识 我们要好好的 做耶稣的学生 就是 在这里所定义的第一个 Pupil Pupil 那你发现 Pupil右边又有一个 定义 看到吗 右边这个字 怎么读啊 Apprentice 什么叫Apprentice Apprentice 是什么 就是刚才有人提到了 就是我们中国 都有的 这种学徒的观念 徒弟的观念 中国的徒弟 学徒 跟老师的什么关系啊 是有一种 是有一种 连结的关系 甚至是要住在老师 师父的家里面 常常跟老师在一起的 甚至要服侍老师的 散散打扫 都要是一种师徒制度 不是只是 好像只是 一个教课的关系 要做一个Apprentice 就是 跟我们的主 有一种的连结 而这种的连结呢 你发现呢 的确 在这个 No.2 就讲得更具体了 你看No.2 Disciple 旁边有个字 看到吗 Adherent 看到吗 A-D-H-E-R-E-N-T Adherent H-E-R 是什么意思啊 连住 这种关系 亲密都 就好像一个浇水 连住一个东西一样 要跟主 跟你的老师 连住他 就好像 以利沙 要整天连住以利亚 跟着他 跟着他 才能够得到 那个加倍的恩告 需要一种 生命的连结 这种连结的关系 你发现耶稣 在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三章 看到吗 你就看到 对门徒的要求 是要门徒 跟主连在一起的 你看主动耶稣 建立这种关系 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节 一同来 他做什么 设立十二个人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也要拆他们去全道 看到吗 常与主同在 而这个常与主同在的关系 到了约翰徽十五章 耶稣就用一个真实的比喻 就是什么 知识跟葡萄书的关系 就是发展到 今天我们所说的 abiding in Christ 我们灵里面 不住的 与主连接 连接在神的同在中 连接在神的光中 连接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常在祂里面 祂的话语会常在我们里面 我们所愿意的祈求 祂就给我们成就 我们的读经就有亮光 我们的祷告就有权柄 所以耶稣要的门徒 是这样一个门徒 是一个黏住耶稣的人 好像一个小狗 常能跟着祂主人 在美国 我昨天还跟师母说 我说美国人真的爱 这个小狗小猫 真的爱得离谱的 有小狗食物 有小狗医院 有小猫什么的 哇 美国人就是每天 walk with a dog 每天带着他的狗 在那边走 有小狗牌遍 他还有个胶手套 把他捡起来 丢到旁边 哇 真的是爱狗如命的 那个狗也跟着主人 我们就是像 真的是应该好点像 一个小狗跟着耶稣 就对了 黏着他 跟着他 每一个时刻 我们就是定睛在他的身上 如同罗伦斯弟兄 不断地住在基督的面前 practice the person of God 所以耶稣要的是 这样的一个的门徒 不只单单只是愿意 跟随他 愿意信他 我们真的要 做一个基督的学生 做他的学徒 跟主有生命的关系 与我们的老师 不住地连接 连在他里面 然后你看到这个 希腊文的定义 还有更奇妙的 看到在右边 number five 那个是delta 看到那个delta吗 point delta alpha beta gamma delta 意思就是第四点 这里有一个定义 更精彩 是什么 martis martis 这个字 就是从martis 这个字更出来的 甚至早期描写寻道者 就是描写他是 martis 所以你难怪耶稣 在路加福音十四章 对门徒的要求跟定义 是什么 要舍己 被己舍下跟随主 才是主的门徒 其实耶稣没有多 张天这个martis 的意义 本来这个字原文 就是martis 就是寻道者 你愿意舍己 被舍下跟随主 所以你发现 初代教会的 每一个的门徒 他们不但是学生 他们不但是一个 学徒 与耶稣同住 甚至每一个使徒 都是什么 寻道者 他们真的是完全活出了 门徒的要求 大家用这样的一个 门徒的定义跟要求 来看今天教会的信徒 你发现 找到吗 一个都很难找到 你能够愿意做学生的不错了 教会崇拜之前 有成人族学 有小组的学习班 都不一定很多人来 那你要 要他们操练 内在的生活 不断地住在基督里面 操练 罗伦斯弟兄的生命 更少 听不懂 那更要求他愿意成为一个 妈特 我想 教会走了一大半的人 难怪今天的教会 没有能力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都是平信徒 耶稣一直在盼望 要求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我们现在 大家配命去传福音 但是其实都没有做到 耶稣的大使命 都是在做白功 都是做虚功 难怪教会不能突破 我们传福音 传福音只是带来一批 就算原住民牧师所说的 是一群自私的基督徒 要上天堂 要得医治 要得绿卡 要得病的医治 所以我信耶稣 他越听越不信 怎么你们基督那么知识呢 但是耶稣要的 不是一些知识的基督徒 要的是什么 Martus Maphetes 我们一同来读这个词 众音在后面 Maphetes 有点像这个 这个Maphet 好像我们做门徒 就好像上瘾了 对了 上瘾了 是Maphet上瘾了 基督徒就是应该做一个上瘾的基督徒 我还记得我刚刚信耶稣在香港 今天读圣经祷告 我老妈说 你信可以信 为什么信得那么迷 今天只有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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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真正 真的是愿意做主门徒的 应该是很迷的 就是整个就迷进去的 所以感谢神 我们透过这个原文 Maphetes 我们才真正明白 耶稣大使命的要求 所以假如 今天福音派的教会好好懂得原文 我们的信仰都不会那么肤浅 我们不知道耶稣要的是什么 耶稣要的是这个 这样的一个Maphetes 所以感谢神 让我们好好在这个原文里面 去明白神的心意 好 所以我们来打开我们的课本 不晓得我们上礼拜的作业 做得怎么样 班长来收一下 可以 能够这样的慢慢 习惯用英文最好 好 我们上礼拜是到第几课 好 18课 对 Anthropos 我们读完了 好 那我们来简单复习一下 好 我们请陈平帮我们读一下 18课的这些单字 看看发音各方面的情况 来读一下 第一个字 人 没有没有帮我们读希腊文了 看看读得怎么样 安 安 个 Anthropos 对 单词 对 读一下那个人 那个希腊文 啊 安 啊 对对对 这个 成名是上上之前学希腊文 所以都还给老师了 好 我们新同学也更厉害 来 那个 这个灵格帮我们读好了 来 青出运篮了 很棒 中心在前面 Anthropos Anthropos Good 好 那我们就翻到19课 这就是约翰福音14章第6节 耶稣说我就是什么 道路 真理 圣命 好 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三个名词 道路 真理 圣命 原文是什么 好 我们来读最上面的这个希腊文的 圣文 A girl Amy 黑 道路 注意吗 怎么读啊 对 那个有七号 H在前面 它有个有七号 Ho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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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i 黑 ZoA ZoA 哇 真理叫Alesha Alesha Alesha 真理要背起来了 Kai 黑 Z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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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Z Zeta Z 然后加个O 口语 发音是O Z Zo Z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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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音 Z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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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Ego Amy 我们已经常常看到它了 就是I am 黑 是什么定管词 但是是阴性的定管词 很奇妙 道路 是用阴性的 因为道路是属于在地上的一部分 希腊文把这个在属地的东西呢 都是把它变成阴性 因为地球母亲 Mother Earth 要黑 Alesha也是用阴性的 ZoA 也是阴性的 这三个都是阴性的名词 用黑 好 下面的单词 耶稣说它就是这个葡萄树 Ampe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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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葡萄树 那么右边魔鬼 Diopolis Diopolis 中间在 Diopolis 四个syllable Diopolis 要符合 Anastasis Anastasis 注意Anna Anna 就是 Again的意思 再次 所以耶稣 讲到你们要重生 也是用这个Anna Anno Anastasis 大声一点都没听到你们的声音 Anastasis 然后Zara Zara 中间在前面Zara 所以这个是Capital Zeta 小写是这个Z Zara 就是一个人名 谢拉 然后下面是Ampelos Ampelos 是放着这个饼 或是Food 或是Bread 食物 Ampelos 所以你看下面的第一个句子 EgoEmi 和Ampelos 是什么 我是凉 我是生命的凉 我是凉 EgoEmi 和Ampelos 所以同样的回去 翻译 下面的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好 要20课 这些都非常简单 我们来读 20课 它漏了一个Epsilon 在你们的课本里面 应该是Ego 它漏了 打漏了 加个Epsilon在前面 Good observation 很好 好 20课我们来读 这个 你就是基督 我们终于发现这个代名词你 Sue 我们之前学的I Ago 现在学Sue 那A就是R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The Christ Christop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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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好 对了 跟英文一样的 I Am You Are 一定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开始有一个观念的 Sue A叫做A叫Yu Are Yu Are 然后我们再过一两堂课就会把这些的这个代名词 就像英文的 就像英文的I You He or She 也是代名词 V 中数 You They 都会把它背起来 他怎么配他的相对的动词 我们都要背起来 好 我们来读下面的单词 这个是 阿普拉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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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亚伯拉汗 阿普拉汗 那右边 Batistase Batistase 就是 Batizer 施洗者 那注意动词是Batizo Batizo 所以 究竟这个受洗是用敬礼 还是用这个点水礼 所以很多人都是研究这个Batizo 这个字的原文 就查这个原文的字典 结果呢 原文这个字呢 也有定义是 这个 Springle 洒水的意思 但是也有定义呢 这个Batizo呢 是描写 当时在 这个 希腊罗马时代 这些 飘染的工人 他们有把一个布 飘染 把它整个布 泡在水里面呢 也用这个字 飘染 Batizo 所以 假如你是抓到这个定义呢 就是要用进水里 因为整个 泡进去 不是只是撒几滴水而已 但是 这个字很可惜 在希腊文里面呢 两个含义都有 为什么长老会 他们坚持 Springle 静心会说 这个字 也是可以 飘染的意思 整个布要泡进去的 没有一点 露出来的 是要整个泡进去的 但是 我们再来 再读这个 历史神学的时候 就发现在 十二史书 疑训里面呢 所描写 受洗的仪式呢 比较 可以推论出来 是经理 所以 这些就是要从 原文 神学 教会历史 来把它做一些推论 好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 在下面 儒仆 servant 或是slave 更好的翻译是slave 不单是servant 是slave 那 dueloss dueloss 看到它这个 一阳阴吗 先高后低 dueloss dueloss 不要 忘了那个 delta的口线 舌头是顶在 两个牙齿的 这个地方 上 dueloss dueloss 好 然后基督徒 christia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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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重音在后面 christianos andos andos 然后 彼得 petros petros 那petros 这个字 就 为什么耶稣 把西门改名字 叫彼得呢 petros 在湾区 有个 peble beach 小石头的 海湾 peble 这个字就是从 petros 这个希腊文来的 所以的确 彼得就是指到 石头 耶稣给他改名字 变成 这个 petros 石头 磐石 好 所以我们就翻到 二十一课 没有问题吗 二十课 这些都很简单 回去同样的 把一月三十五 多做一下 写一写 做一做 翻译 能够翻译成英文 最好 好 二十一课 那么 就是马太福音 二十七章 三十七节 这就是王 这个 这是什么 指示代名词 我们第一次碰到了 看到这个 指示代名词 this is the king this 就是 whutus 看到吗 他是有七号 有七号 看到吗 所以读 whutus whutus 不是 whutus whutus 就是 this estine 我们有看到了 is whutus estine who bassilus bassilus 我们在 好像前面几课 有读过这个单词了 对不对 王 king this is the king 好 好 再读一遍 who toss estine whutus bassi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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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bassilus 好 下面的单词 antichristos antichristos anti是什么 antis 就是 against 或者说 就是 反 反对的 敌基督 anti 所以 英文的anti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 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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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os 敌基督 然后 迷惑者 platnos platnos 然后 石头是什么 lithium lithos 然后我们 有个英文的 element 叫lithium lithium li 就是 里元素 就是从这个 石头 lithium 感谢主 那个 汪迪兄是pharmacy 读药学的 所以可能你知道 lithium 你不知道 那 巧文一定懂了 lithium 然后先知 prophetes 有没有读到 pro pro 等于英文的 pro 就是 在前 在先的意思 所以先知 不是指 未卜先知 先知是指到 他先来到神的面前 领受了神的话 再传出去 所以不像 今天美国的 所谓先知运动 就是在讲预言 不是 先知是 先领受神的话 再传出去 prophetes 是pro 可是这个意思的 一点都没有 这个未来的味道 是一个先后的 这个持续的问题 好 律法 normals normals 这个字很重要 normals 律法 然后 牧匠 耶稣是牧匠 tactone tone tone tactone 注意这个 omega 跟nu的 连接 是tactone 不是tacto 因为它有 nu的尾音 所以变成tactone tactone 好 有没有问题 26月 哪一个 持的nithas 所以注意这个 这个theta 舌头 打在两个牙齿中间 th nithas 注意 注意你的舌头 口型 你的舌头摆不对 你的指音就不对的 所以 什么的指音 你的舌头 牙齿 嘴唇 都要注意 哪个是唇音 p b 这些都是唇音 f flower 牙齿要咬在舌头 上面 flower faith faith 注意别人 讲你的名字 大部分都会讲错的 因为它的舌头 没有咬在舌头上面 faith 包括你自己 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你的名字要faith 这样发音的 所以 这个时候 是舌头 在两个牙齿当中的 faith lithas lithas 所以我不是说 think 就是 你的舌头 what do you what do you think 所以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老美英文 讲得那么好听 我们脑中 就是听起来怪怪 就是因为 我们的口型 止音没有掌握住 所以假如你 要唱英文歌 你所有的几些止音 你要重新学 否则 没人听得懂 你唱英文歌 好 然后22课 道成了肉身 太重要了 远回忆 意义上 实诗 Hologos 就是道 Hologos 就是道 那这个道跟 hramer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 太初的道 Hologos s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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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fresh 是名词 然后动词在后面 aginital aginital 翻成英文是became 是一个过去时态 里的aginital 然后这些动词的变化 现在 现在时态 过去时态 动词的智慧 智头 都有不同的变化的 以后我们再慢慢来研究 但我们先把它背起来 好 再读 Hologos sax aginital sax 所以注意那个 它的尾巴的指音 是一个很重的喉音 所以sax sax sax aginital sax sax ks 重喉音 sax aginital 好 下面 单词 这个词怎么读啊 要注意啊 当你碰到两个gamma 这指音连在一起的时候呢 希腊文把它变成是 就是等于mg的发音 记住啊 谁在旁边 mg的发音 所以就变成 anginos 看到了吗 有个nude的音了 anginos 不是 aginos anginos 那这个天使 在旁边注目一下 希腊文的天使 也可以解释成 messenger 使者 跟希伯来文 那个使者 天使是同一个观念的 然后 Zax Zax Taste Zax Taste 那在美国有所谓的 Zax Pool 那个 Zax Pool就是那个 在很多 他们没有那个 seway system 他们有一个就是 一个大的缸 做那个发分词 就是Zax Pool Zax Zax Pool里面 随便写一下 C-E-S-S-P-O-O-L Zax Pool 就从这个字 发展来 然后我们讲过了 Doxology 就是从Doxa 这个字变来的 荣耀 Gory Doxa 然后Ikos Ikos 这个字很重要 你会发现 四个博士 来朝拜耶稣的时候 去到什么 房子 你就发现 原文Oikos 不是去到 这个马朝 是Oikos 那这个Oikos 也就是 IKEA 我们不是知道 有宜家吗 买家居IKEA 也是从这个字根 变来的房子 Oikos IKEA Zagnos Zagnos 就是stranger sojourner 客旅 Traveler Zagnos 好 我们读一遍 这些单词 Ankados Zagstase Zagstase Doxa Oikos 注意它是一阳阴 所以读起来是先高后低 Oikos Good Zagstase Zagstase 是 注意它这个 是KX Z Z Zagst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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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差不多了 我们到28页 这些都很简单 它这些句子都非常简单的 好 好 我们看这个句子 He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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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是不灭的 The soul is immortal 好 单词下面 Athanatos Athanatos 英文就是 Inmortal Athanatos 好 我们看单词 大祭师 Akerus Akerus 那注意前面的那个字根 Arch 看到这个字根吗 就等于英文的Arch 就是主要的意思 比如说 这个大祖教 Archipishop 要 这个教王的选举 是要这次红衣祖教 Cardino的大祖教 Archipishop 他们才有权柄去选这个教王 所以 这个新的教王 其实是好像不错 感觉上 他能够领受 这个Francis 的意向 明知的改成 这个Francis 非常好 希望天主教 有些的突破跟改变 好 Archipage Francis 注意那个尾音是一个双母音 Ru Yu 说到边的Ru Ru Archipage Ru Archipage Ru 然后 这个假先机 Sudo Prophetes Sudo Prophetes Sudo 这个字根就是假的意思 Sudo 然后Cosmos 那Cosmos这个字 就发展成我们英文这个什么 Cosmos 宇宙世界 Cosmoology 宇宙学世界研究学 Cosmos 然后下面 这个 Samos Samos 就等于我们今天 英文这个诗篇 Sams 就是从Samos 这个字发展出来的 Sams 诗篇 然后 Sustace 你看到这个数 这个字根就是假 对不对 撒访的人就是说假话的 Sust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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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 重点是放在后面 放到26课 这些都是简单的单词 简单的句子 让我们开始来慢慢习惯 读 跟翻译 但是我们重要的是学文法 所以我们放到这个三十一页 好 我们来开始注意这个希腊文的这个 贯词 贯词 好 我们来读一下 Paragraph 42 Ego Emi Jesus 接同来 Ego Emi Jesus 翻译出来是什么 Very good 大家现在开始摸到了 Ego Emi Jesus 第二句 Ego Emi Apostolos Very good 后面 这边没有听到你们声音 只听到刘真理声音 后面大声一点 Ego Emi Apostolos 要有这种信心来读 我是使徒 Amen Apostolos 是使徒 耶稣的信义 我们刚才只讲了一半 不但是信徒变成门徒 门徒还要变成什么 使徒 Amen 也才是真正我们的目标 Apost 这个Apost 前面这个词跟Apost 就是Apart的意思 Apart 就是分出来 然后拆排出去的一位 从会中分出来 就好像安提亚教会 把这个保罗巴勒巴 分出来 把他们拆排出去 Apost Apost 好 第三句 Ego Emi和Didas Kalos Didas Kalos 那这个DidasKalos 就是从DidasKal 教导 这个字 动词 发展的 Didas Kal 抄一下DidasKal 所以你发现 我们英文的Deduction 就是从这个词发生出来了 推论 是一种学术上的教导推论 DidasKalos Deduction DidasKalos 那你发现DidasKalos 前面就有一个什么 定观词 或 阳性的定观词 那这些解释就很简单 耶稣我们都知道了 Apost Apost 然后DidasKalos 你发现有几个音节 DidasKalos 四个音节 懂得懂吗 DidasKalos False syllable 那翻到三十二页 那这个加白列 这个希腊字 它是用大写 这是Gamma 第一个是Gamma Gabria Gabria 加白列 Gabria 英文是Gabriel Gabria 然后保罗是 他大写 这个是Pi 变成Poulos 看到吗 它是双母音R 再加上P的发音 说Poulos 那Poulos 这个字呢 保罗 其实这个字的 字根的意思就是 Little 小 为什么他选择保罗 其实他是 在神面前 他说他是史诗中最小的 所以他选择Poulos 这个字 保罗 不是扫罗 扫罗是王 他从王变成最小的 他知道他自己真的是不配 他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 所以他选择保罗 这个字 我们今天想到保罗很伟大 其实错了 这个字其实是很渺小的 原文的意思 我是不是那个伟小的 不配的 所以有人说 有些人改这个名字 他就故意改 Poulito 因为没人懂 这个Po这个字的意思 所以有些老美 就故意加Lito这个字 Poulito 加上这个Poulito 保罗就是那个 不配的 最小的 所以让我们看到 为什么神能够大大的使用保罗 看着他的谦卑 他真的觉得是不配 他永远不会把荣耀归给自己 因为他看到 他是真的死度中是最小的 最不配的 好 女人 女人 Gune Gune 不养人 Po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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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葡萄酒 Oi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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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面 后面有那个定冠词 Hor就告诉你 这个 是 表达是阳性 那个用定冠词 来告诉你 因为你不能从这个名词的字尾 百分之百肯定 它的阳性跟阴性 但一般来说 Os 是阳性的 Eta 是阴性的 但有时候也 不一定的 像我们刚才读 那个Hordos Hordos 它的字尾是什么 是这个 但是它是阴性的 所以不要被骗 所以还是 所以为了要确定的 很清楚 它常常在名词后面 给你一个定冠词 来 标示它是阳性 它是阴性 好 现在来到这个 人称代名词了 这个 Personal pronoun 就是等于英文的 I 这个You 跟这个He she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33页 Ego Emi Hor Christos 嘴巴打开 Good 这个是I Am 第二句呢 我们已经碰过了 Sue Hor Christos You Are The Christ Altos 好像第一次碰到 对不对 Altos He Altos Extin He is the Christ 大声一点 Altos Extin Hor Christos 所以把这个最前面的 这三个字 Ego Sue Altos 给它一条线 画下来 就是 I You He Ego Sue Altos 好 读一读 Ego Sue Altos 所以这三句话 其实都有圣经的根据 马太福音 24章 马可福音 跟马太福音 下面的单词 Harmatolos 罪人 Harmatolos 这个Harmatolos 就是从 这个Harmatia 这个字 Harmatia 写一下 Harmatia H 有旗号 Tia 这个Harmatia 这个字呢 你去查字典的话呢 它是描写 射件 没有射中红心 偏了 就算一点点 也就叫Harmatia 离开了 没有中低 叫Harmatia 所以 神对罪的定义是很严格的 你没有达到那个百分之百 就是罪 你不能说 哎 我不错啊 不错就是错 你要百分之百 所以神的圣洁的要求 所以四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原文是Full shot 短缺了一点点 哎呀 差了一点点才短缺一点 就是罪 就是这个Harmatia 这个字的意思 要 祭司 刚才 有这个大祭司 对不对 这个 Hierus 就是祭司 Hierus 三个音节 Hie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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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因为它有一个 有七号别的 Hierus 看到吗 Hierus 好 Satay 星星 哇 又碰到门徒了 Mafete 很熟了 这次就Mafete 看到吗 Mafete 门徒 好 精彩在后面 我们含上了三分钟 最后的三分钟 是最重要的 在三十五页 二十八课 这个礼拜 又回去把这个动词的编法背起来 那么 你会发现在英文 I You He Or She 它后面用的动词 都是不一样的 I Am You Are He Is Or She 同样 希腊文 更严格 每一个动词的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这个动词的智慧 动词本身 就会让你看到 它是属于 第几人称的 所以比如说 这个 Lego 说 本来是Lego Lego 看到那个table吗 Legase 看到吗 三十五页了 对了 对了 好 我们来读一下 Lego 就是我说 Legase 就是你说 Legase 就是他说 然后右边 Legoman Legoman 就是我们说 Legate Leguse 那么 它的 四根的form 这个不变 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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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语 O A 在变 所以Lego Legase Legate 看到吗 这个四根的本不变 四味在变 所以就比较有 有一个规则 Legoman Legate Leguse 看到吗 它的词语在变化 来表达 我说 你说 他说 我们说 你们说 他们说 从那个词尾 那 回去背 O A A O A 那给你一个association 一个联想法 就是想到一个很老的人 O 又有爱死病 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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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帮助 Aid Aid 需要帮助 O Aid 把这个association 写在旁边 O Aid 因为很老的人 又有爱死病 所以他需要帮助 O Aid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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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点像 中文的 很恶的 那个坏人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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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坏的人 很坏的人 Walkman 谁在旁边 你回去就被忘了 很坏的人 所以呢 每个人看到他呢 就是给他加一脚踢 Aid 踢他一下 Aid 也是老美不会的 我们要用association Aid 踢他一下 Aid 踢他一下 Aid 踢他吗 脚又动一下 Aid 然后就死定了 乌黑而死 踢到他 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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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背起来吧 好 Oakman 想那个 很坏的人 二人 Oakman 脚动一下 Aid 无死 乌黑而死 要单数的 就是说 O 一个老人 O 又有I死病 Aid 需要帮助 Aid O Aid 所以老美呢 不用这些association 他们也很厉害 死背 然后我们用association 就一下子搞定 所以我们中国人 你知道吗 考邮局 你知道考邮局很难考的 他几分钟之内 给你看一大堆的题目 都是数字 地址 名字 但是我们老中考了 用连显法 每一个的题目 给他变个故事 你知道师母 就学了这一招 他考一百分邮局 马上过了一个礼拜 收到通知 你可去邮局上班了 考一百分 老美很少考一百分的 我们老中 就是用 很会用 编故事association 所以他们这些 美国人就想不通 哇 你们老中 怎么那么厉害 一个个考一百分 都是first priority 一个礼拜 都通知去上班 后来师母 我还是全都 哎呀 我们还是平行心好了 不要去上班了 你一去上班了 孩子也没有人照顾 所以 还是不要去上班 但是他 就是会这个association 所以我们也要用这个association 再读一遍 O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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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礼拜 就要把这个动词的 智慧变化 把它掌握了 我们开始进入 真的学文化了 这样你就可以分析 这个动词 它是第几人生的 所以 今天同时要写一个口诀 我们还有口诀 像学武功一样的 就是 动词 写下来啊 老美不懂这个 动词生变 第一人生 第二人生 第三人生 动词生变 下礼拜要学 名词 名词要隔变 主隔 所有隔 受隔 间接受隔 叫隔变 所以这两个口诀 一定要背起来 动词生变 名词隔变 三变 一个是隔变 这个先背起来 但是 它这也叫第一人生 但是 有时候也叫 第一人生 第二人生 Persion 因为它是 Persion 生就是Persion 的意思 那你可以被动词 称变 也可以 但好像不太顺 所以 动词三变 摇身一变 比较好记 嘛 摇身一变 OK 好 记得这个礼拜回去的作业 那么就特别特别要做这个 刚才所读的 我看 特别努力把这个36页的这个作业 36页的 作业做起来 所以接着动词 单词很简单 Aquo 读一遍 Aquo 听见 Lambano 接受 Ginosco Ginosco 这个词很重要 等下我们上课 我们姐已经会用到这个词 保罗说 知道耶稣基督 同丁十字架 旧人 就是Ginosco 知道 Nuo 解开 Didasco 刚才讲 Pistuo 好 回去 特别把36页的 下面的单字 翻译 这个 然后 呃 How can they be 感谢观看